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罚单抛上网球解 罚单上的违规事实写着限速30公里 经测速43公里 骑士诚心发问难道要用推的吗 实际来到违规地点 三明区浩东路的高速公路便道 来往的车辆不少 道路比直 骑士车速不慢 抬头才看到 一步小心就超速 根据三明二分局交通组统计 若是在该地段执行取缔超速勤务 一个小时下来就会有约20件违规 半年更是开出破百张罚单 引来民众抢钱质疑 实测发现时速30确实是缓慢前进 但交通局会有此规定 不是没有原因 之所以速限30 除了交通事故多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周边有三间学校 高速公路便道周边 就有大华国校 东光国校 以及阳明国校 线速30交通局决定 警方负责执行取缔 尽管一张罚单引发千人声援 但骑车开车上路 还是得依规定行驶 贪快出意外 后会来不及 三地新闻朱俊杰林玉兹 高雄报导 政府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但民众说 这岂不是在抢钱吗 到底罚单里有哪些陷阱 等我来告诉你 继续回来节目现场 在今天生活不可不知 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刚刚新闻当中看到 这是在高雄三民区浩东路 速限30 所以民众说 这不是在抢钱吗 速限30怎么骑 他说骑车大车有可能 阿公我告诉你 全台湾不管你到哪个县市 一个最简单的计法 市区就是4嘛 40 市区同阴40 然后郊区60 那为什么他会拉下来10公里 因为旁边很多学校 他刚刚有讲 但问题是一般民众 其实 那个感觉 以平常我们骑车的速度 对 那不太习惯降到30以下 要30以下 那你以为就有在高雄三民区吗 不只 代报吗 代报 别是什么地方 市民大到八段 市民大到八段 算是郊区了吗 因为那个地方有铺一些地砖 那因为地砖你速度快会 会有这样的声响 所以那个地方也速线30啊 那个速线30 结果你知道他一年 那一根超速照相机赚很大 赚很大 一年700万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在市民大到八段被拍到过呢 因为市民大到有很多人 比如说我 速线30 车早怎么开啊 很棒 我们不会不通人警 警察会有阿索密 最起码都抓10以上 你知道吗 有10以上吗 对 我们机器都是会拉 拉高一点 拉10以上 所以在40以下都不会罚 对 但是40以下 那像那过年时 在各种公路上 没关系 大停车场的那种时候 才会有那种速度嘛 不然怎么可能呢 除了市民大到八段 有速线30的陷阱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有陷阱 台湾很多 你是知道台中市 它现在是不是县市合并 是 它合并了以后光那个 就拍了2亿6千万 10支啦 这10支 这10支 来 第一名 第一名在沙路区中青路七段 据说 为什么是第一名 例子照常机呢 因为那个地方是 一天年收入那不得了 公安日收入 就将近10万 因为那个地方有下坡 下坡 然后那台机器有没有 在中间那个 分个岛而且又有树稍微遮着 大家吹下去 一瓶一瓶就对了 你有看到手了吗 手了扎掉了 可能你没注意到 这支一天探九万七 所以我常讲 看看有没有委外招标 有没有 这真的是金鸡母 第二名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在哪里 在西屯区的台湾大道 四段 2088号前 它这里是东海大学那边出来 也是一样下坡 这一支呢 一样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也是有手啊 对 一张手啊 这么大张就扎掉了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一支照相机 所以它是收入第二名 你看这台中 光这十个十名 第3 第4 第5 你能不能看得清楚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到底哪几支最赚钱 那几支就是 你常常有可能会被 接到罚单的那些路段 不过说到罚单 很多民族就说 上游政策我下游对策 没错 那真的有法度吗 以前你知道 以前警方的所有 不管固定照相 側速照相 三角 雷达 雷射 他有时候装的是底片 是 那为什么会有效 我要告诉各位 就像我们的硬币 我们的硬币 以前底片一拍了 它是固定一个角度 对 那现在数位的时候 它好像硬币可以调整 可以准啊 转了以后你就看到 硬币指的是那个照相机吗 不是 它里面有 比如说隐形那个字体 有没有 你现在指的是 假设硬币是那个车牌 对 哦 硬币是车牌 那我听到吗 以前拍子有一个角度嘛 是 它不能调整 那形成说 它 你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像这个就是看不到 这就是底片 所以假设民众嘛 它的车牌 装了 或者是装 这是什么 它是装同步闪光器 有人在车上装同步闪光器啊 以前我们追标车组 他们知道警方 不管固定照相也好 三角架也好 你的闪光灯 闪那一下 它这个车牌 这有个感应器 它感应到闪光灯的那个光 它自动会 同步一个光照过去 所以拍出来就变这样 对就变这样 这是以前的 那现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场来实测一下 我们是不是把现场棚内的灯光打按 然后现场它拿了一个车牌 然后有非常强的闪光灯 现在闪光灯呢 照到那个车牌 其实 镜头的位置 对 其实我在现场 那闪光灯很强 那W是看不太清楚的 对 那拍出来之后 到底看不看得清楚呢 我们实际来拍一 我们现场来实测 所以如果民众装了 同步闪光灯 到底在现在新型的数位相机 拍不拍得出来 来 好 我们等会马上过五秒钟 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所以现在的照相机 跟过去不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以前是洗底片的 那出来就是一个角度 它不变的 那现在数位是可以透过软体 去把它慢慢的做调整 让它明暗对比 让它曝光纸不一样 好 好 刚刚那张进来了吗 好 我们现在现场 可不可以看一下 刚刚所拍出来的截获 好 我们让观众朋友看到 所以即便它手上拿了闪光灯 5499VW还是清晰可变 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那两个灯 确实不是那么强 但如果那个灯很强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我看到这个V和W 上面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对 它就等于说 它的光只要够强 因为我们本身 今天没有抓那个 类似闪光灯 那种同步闪光 因为那是装在车上 那我们只是用手机的 两个灯光来模拟 好 那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如果它更强的话 是不是可能VW今天会消失 对 连那个整个都会看不清楚了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看了 已经大概八成 那我们透过软体 我先还眼给你看 现在新了 它有可能真的拍不到 对 有可能真的拍不到 拍不到以后 我们现在是透过软体 假设说这张如果拍出来 是整个都白的 那我现在用软体还原给你看 能不能还原 好 所以这张呢 其实虽然还是清晰可变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因为我们的灯光不够强 你可以看得出来 5499的上面 对 还稍微看得到 对 那现在的 我们把它还原 高科技是不是能够还原 我们现场来还原一下 我们用软体来把它还原 来调角度 有没有 明暗对比 就谱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它有可能还原到它全铺 然后很白还是能够还原 还是能够还原 所以即便拍到整个都 都白 它还是能够还原 还是能够还原 所以现在装 通过闪光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就跟以前的底片的最大的不同 因为底片只有一个 就是那样子固定住的 那现在数位可以拉高拉低 来要做曝光值的调整 它就浮出来了 好 那坊间流行什么 贴保鲜膜或喷反光 蚁型 还有那个什么隐形车牌 旁边会有反光车牌 有没有 上次有实际坐车车牌 那我们现场也来测测看 好 我们让它晃好了 好 来 你要晃 你要晃大了一点 你要晃 然后那个有反光 好 假设有一些人开车 他就真的在一个非常 对 高速的 非常颠簸的路上 然后也晃得很厉害 然后他又放了保鲜膜 我们也来拍拍看 到底能不能拍得清楚 好 你要晃一点 你的车没到 这样 好 过去是不是很多人 他会喷那种喷剂 像你看警方比如说 我们今天这台三脚架 摆在那个路旁 那比如说这个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侵入下来 比如说这台拍了一百张 那我们每一张从电脑里面看 九十七张都正常 只有三张有这样 那我们就根据这三张 好 来 我们来看 进去看它 它因为不断摇晃 对 所以拍的事实上 这个是五还是六 真的看不到 这个五四九九的五 不太清楚 五还是六看不太清楚 VW同样的 它在上面 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晰 透过那个摇晃的关系 但同样可以透过高科技还原 透过软体 好 所以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 没那么清楚 你就以为 特朗啊 没有办法罚到我 真的如此吗 立马还原 所以五四九九 VW 非常清楚 走不起 坊间所有 不管你喷的擦的抹的 用的都没有用 唯一有用 只有一个叫翘牌 翘牌 翘牌系 因为你根本连 套码都看不到 但是这个翘牌系 坦白讲 你不是全程都用翘牌系 它在高速公路用翘牌系 但是一下高速公路 它就会回回来 就中了 我这样讲你了解吧 因为你要知道 ETC它会把很多资料 提供给警方 那警方会根据这样子来去调 它从哪里上来 从哪里下来 所以太空 太空 不然不好 完全不好 还是要整整机器 速限多少 就是不要超过 好 紧接着 国际大世界 带你来关系的是 全球瞩目的川金会 在今天登场 而且非常圆满 历史之卧 写下历史 两大狂人签署文件 为美朝峰会 画下完美据点 谢谢大家 实际川金会 进展速度超乎预期 等了73年 却在半天内结束 但在谈判桌上 双方可说是 心机算尽 结束40分钟的一对一闭门会谈 帕兔的双边扩大会议上 座位安排更是叠对叠 美国派出三大巨头 包括白宫幕僚长凯利 和国务卿庞佩奥 但一度让川金会破局的 国安顾问波顿 却被发配边疆 似乎想营造热络氛围 过去多次对川普嗆瞎的 北韩外长李永浩 同样也被安排在角落 一个半小时的高层会谈 午宴却只吃了30分钟 草草结束 峰会上虽然没有重演 文经会的笑笑散步 但川普也创造 和金正恩的笑笑话时间 金正恩直言 两人能见面 简直是科幻电影 南韩总统文在寅 也在青瓦台 同步关注会议 全球聚焦的这场会议 能否满足双方期待 又或者只是作秀拍拍照 一次的川经会 恐怕无法立即看到成果 不过今天金正恩 看起来是比较紧张 上次跟文在寅的会面 非常从容又大气 对 我想 风头都被金正恩给抢走了 但在今天他蛮紧张的 对 因为这个春服比较高 其实说金正恩穿了矮子了 据说 因为他未来比较身高差太多 他的鞋子 他的垫高 在鞋子里头垫了鞋垫 据说 但是没有办法去查证 看起来 比平常看起来稍微高一点 但川普的气场当然是够大 两个国家的大小也不一样 但川普年纪终究是比较大 川普今年已经71岁了 金正恩才34岁 才刚过生日 对 所以可以看出来 川普总是算金正恩的爸爸的年龄 所以今天金正恩好像还找不到 他要对一方 对不对 今天还找不到 川普也是有一点时差 因为他前两天才去加拿大参加了G7 赶到新加坡来有点时差 双方面都有点紧张 因为这终究都是两国第一次的国家领导人见面 虽然我们知道之前的柯林顿 或者是卡特 但是他都是卸任的总统 去北韩去跟金正恩见面 这次是第一个 可以说是韩战以来第一次 北韩跟美国的总统 现任总统见面 所以我认为川普也有点小紧张 但是我觉得金正恩也算不错了 他整个场面还算是维持着一定稳定 另外就是川普拍了金正恩的手臂 拍了他的手臂 表示比较那么紧张 比较亲切 但后来金正恩也回拍了一次 不回的话 输人会输定 还好不是拍贝 只有拍成贝 拍贝就心机比较重了 大家为什么说 今天的结果是超乎预期的好 你看金正恩的承诺可信吗 对 我们看到他本来川普一开始说 我一分钟就知道这个会议要不要开了 比方说如果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就走掉了 但是看起来不但谈了一分钟以上 而且几乎谈了一个早上 而且还签署了一个协议 大家是没有想到的 本来以为说只有是闭门的会议 闭门的会议两个人之外 在谈了40分钟 然后又有双方面的外交国防的 国安的高层再举行会议 完了之后还有双方在签署一个协议 那最后还有一个工业 还有一个午餐 所以总共变成四个节目了 本来以为只有一个会面而已 结果延长了很久 另外他们达成了四项协议 这四项协议第一项 就是强调建立一个新的美韩关系 第二个就是要打造朝鲜半岛的 稳定和平的政权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很多人说 川普要斩首金正恩 现在是说我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平 我会让你的政权继续流下去 第三个就是说 北韩承诺要朝向朝鲜半岛 彻底的无核化而努力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玩到彻底的无核化 可是他是说朝向彻底无核化 努力 请注意努力两个字 努力就是说尽量去做 但是怎么样做完 什么样做彻底的无核化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次留下一个伏笔 最后一个就是说 南北韩共同去挖掘 发现一些在韩战时期 留下来的一些南韩的一些军人的尸体 然后来作为这个 让他们能够回到美国去 所以这种重要的协议自自继续要斟酌 朝向无核化努力 跟无核化差很大 差很多 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关心 这场会面到底谁是最大的赢家 我认为双方各取所需 从川普来讲 他达到了这个 他把朝鲜半岛彻底解决了 他现在来就想得诺贝尔和平奖了 因为他最不高兴的是 就是欧巴马一上任总统 就拿诺贝尔和平奖 那现在他当然也有机会 那对这个 特别是对他这个未来来讲 他不会 他这次只是一个碰头会而已 川普不会把这个事情 一次把它消费掉 他慢慢消费 例如说他邀请了金泽恩访问华盛顿 白宫 那可能7月份 有个卡住 对 然后再来到8月份 他可能去访问平奖 接下来可能互设大使馆 还有很多很多戏可以唱 为什么呢 这个就表示金泽恩他的外交 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他接下来他要连任 他最近在国际上得罪很多国家 什么德国 英国大家都不喜欢他 因为他搞贸易保护主义 川普 对 唯独就是川普这次要连任的话 他北韩牌是他在外交上一个封锁的成果 从金泽恩来讲 他也得到他要了 他一直以来就是想要跟美国平起平坐 他是一个 他因为他要从美国这边拿到更多东西 中国才会给他更多 他跟他爸爸爷爷不一样 爸爸爷爷是一边倒向中国 那金泽恩不一样 他也曾经在瑞士留学过 他认为说我如果能够跟美国合作 那中国会紧张 所以给我更多 可以要的更多 可是我们知道 他一开始他想跟这个欧巴马合作 欧巴马不理他 怎么办 不断的合适来增加这个美国 美国担心 结果美国会担心 结果果然他碰到了一个商人 川普就不一样 川普愿意跟他谈 结果他是打了他的一个 所以我认为金泽恩 他过去也遭受到国际的制裁 他压力很大 他想我今天终于出一口气 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看到川普 这是他一个角色叫做罗德曼 我们叫做小虫 NBA的篮球 他这次也到新加坡 这也抢进风头 而且接受CNN的访问 眼泪流下来 他说我当初 我就是第一个到北韩去的 因为当时金泽恩 他很喜欢看NBA 他邀请罗德曼来作为 说客来跟欧巴马来说服 欧巴马不理他 所以他当时在美国 也被很多人批评 甚至有人要暗杀他 结果他说你看吧 我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 终于促成了川金会 而且让这样一个历史的结果 开花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非常多人在做努力 好小虫呢 今天还喜极而泣了 如果我说这些东西 其实这场川经会 还有另外一个大赢家 是新加坡 因为他让全世界看到新加坡 是一个违安反恐 这么样严密的国家 对 其实我们昨天只讲到 新加坡在路面上 它的警戒 人力警戒 还有一个安全警戒 今天可以说是 天罗地网 陆海空 对 没错 陆海空 我们知道新加坡 它本身是一个小岛 所以它外面的舰艇防护 航路安全对它非常重要 另外在整个新加坡 全境占空 24小时都有他们的无人机 全程在监控 那他们这次无人机 用的是以色列的舱路一号 舱路一号 对 这个无人机很可怕 因为它在5000公尺 低于5000公尺的地方 它可以连续飞行52小时 好 来 视频帮我们来看 这是舱路一号 对 起飞的时候 它这个飞机 其实在无人机里面 算是中型 没有很大 但是刚好符合新加坡的需求 因为它在空中 可以飞52个小时之外 它在飞行中 传回来我们讲即时讯息 它传即时讯息 你如果有repet中继站的话 最多的距离可以到达1000公里 那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其实用不到 那这个看到的是演习的画面 就是说当我飞机起飞之后 我可以帮忙监控 然后由飞机战斗机 或者攻击直升机 其他丢炸弹 然后无人机在看这个画面 就同时可以监视 我的轰炸成果怎么样 我的战果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红外线画面 同意你在看的时候 它平常可以做监控 也可以做监视 然后它也可以做目标的追踪 换句话说 假设今天有这个状况 不管是川普的车队 金正恩的车队 在行进中 我都看得要安全 或者说你行进中 有被人家攻击之后 你逃脱的那个歹徒的车队 我也可以从空中继续追踪 然后通知地面部队 去哪里拦截 或去哪里卡住他的位置 这是他们的空中监视 好 除了出动 仓路以后之外 其实这一次 川经会让他的 库尔克兵团 闻名全世界 对 其实新加坡的警察很复杂 他们有将近七种不同的部队编辑 那库尔克事实上 它是编制在警察单位 对 它是里面的一支警察部队 因为新加坡有四个主要民族 那有些民族呢 他们有自行的法律系统 跟新加坡法律合处的范围 就是说我可以使用回教律法 或者说我使用一般的汉族立法 所以它的各个民族 有各个民族的警察部队去执行 那库尔克民族 它属于比较中庸的 好 那我们之前有谈过 它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队 同时呢 它的特色塞定带着弯刀 但当然不是只带弯刀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 它其实今天阵仗也很大 配备也很齐全 像我们来讲这个好了 这把枪不太多件 但其实这个枪我们国家也有 我们国家的维安克也有用 这把枪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这是库尔克用的吗 库尔克用的是接近这一种 接近这一种 这把枪很特别的是 它的弹夹有两个地方 这是什么枪 这边这个是SIG-552 SIG-552 对 它弹夹这边用 那库尔克 他们训练的时候 他们也有学过这把枪 那像他们实际上在今天用的事 他们实际上用 他们现在用散弹枪 那部分会配用 那个普通的部枪 包含SCA部枪跟M16部枪 那这个是跟M16部枪同等级 5.56口径的 那重点在于说 这把枪的弹夹 这边有两个凹槽 半月形的凹槽 然后呢 这边有两个凸点 所以这把枪特点说 我可以把弹夹无限并连 因为我这个凹槽卡 这边就可以并并并并 并过去 所以它今天用的枪 其实跟这个是很像的 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解释 为什么要这把枪 因为我们都要知道 所以它今天用的枪 也是可以无限并连吗 对 它用的MP5的枪 弹夹是可以无限并连 但是MP5弹夹的并连 它是装个弹夹并连器 那个是钢制的 你并到40以后 弹夹会变挺重 没办法去做 但是这个东西不行 然后这把枪 为什么特别要提 因为它其实跟一般的步枪一样 就是这么长 但是呢 我可以把枪托折叠起来 我可以折叠啊 然后这样子的长度 就跟MP5一样了 在MP5的长度底下 我却有着5.56 步枪的攻击能力 而且我无限并连的时候呢 就换句话说 当我子弹打完 一般子弹打完 我需要从身上的 另外拿个弹夹 把这个弹夹卸下 然后如果一件病例 我只要换下来 卡另外一个位置 再卡上去就可以 所以今天库尔克军团呢 虽然不是用这一把枪 但它用的是类似的款 类似 这种等级 这种尺寸 这种等级 这种尺寸 然后这样子的攻击能力 那今天他们也出动了军队 我们刚刚谈到库尔克 他是警察嘛 他今天也出动了军队 军队在今天 哇 那个配备也不得了 军队这边特别要提的是 新加坡他们有一把 智力研发的枪叫SAR-21 那这把枪最特别的是 跟这一支类似 因为他们的弹夹 在握把的后面 在板机的后面 那这支是 这支是AUG 这支是新加坡的触兵 马来西亚所采用的步枪 AUG 但他们实际用的是 SAR-21 但是很类似 对 因为他们弹夹在后面 这个称之为赌牛式设计 这个特点在哪里 你看当我这样子打 拿起来描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前面的长度很短 对 前面的长度会很短 但是我整个枪管的长度 让它很长 所以换句话说 我整个户位很好 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拿 出攻其用 它也可以像一般的步枪 这样子拿 然后它的弹夹是透明的 所以里面有几发子弹 我完全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特色 像这边 最特别值得一讲的是 它整个枪托这边是塑胶的 为什么要特别提 因为新加坡很热 很热很热很热 它一年有四季热很热 非常热 热死人的 热到风热 所以当你很热的时候 你在太阳底下那边晒的时候 你如果是枪管 晒一个小时之后 你那个贴塞色序 它一起一层皮 马上会粘下来 发烫 对 所以它这个很热的时候 它这边可以止烫 然后它也不容易变形 所以它有特殊设计 对 很特殊的设计 那你为什么现场 也带了这么多包呢 因为今天我们 我们今天在看很多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每个进去的时候 除了在装备检查之外 它都会要求你双手伸开 拿个金属探测器在那边照 对不对 这是标准检查动作 是 全世界的标准检查动作 但是对于一些心有余的人 这些不一定可以用 我们来介绍几支 这把其实很有名 君姐拿一下 你会发现很轻 很小 很轻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它身上戴这种刀子 我如果藏在袖子 或藏在腰带里面 其实即便它今天 做了这么严密的安全检查 恐怕也会有漏网之鱼吗 因为金属探测器 少过这一支是不会逼的 不会逼的 对 然后你不要看不起这一支 没有开封 我没有看不起 我只是想说 那新加坡政府应该知道吧 没有 因为这把有点久 这把二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最近已经很难买到了 这支虽然这样小小的 没有力 对不对 可是这个尖 但是它本身强度很够 你如果这样子握着 大拇指这样顶住 光你大拇指这样顶住 一个正常男人 手臂按下去的力量 一般的车胎我可以从侧边刺破 塑胶的 所以它也不是完全密不透风 它的按键 那这一把呢 这一把就很好玩 这一把其实 如果是这种也逼不出来吗 它也逼不出来 这把上面其实有个套子 套子上面有个项链 我可以像戴识别阵影一样 戴项链一样 然后藏在领带底下 然后就这样子吊着 然后我遇到我要杀的人 我就可以这样子进来 就这样子刺 就拿到 而且有个特色 这个地方的握把 我不知道镇影机能不能知道到 娟姐摸一摸你都知道 握把很粗 对不对 它很粗糙 所以不会留指纹 所以不会留指纹 那这一把呢 是娟姐最可能会去用到的 这是梳子啊 这不是刀子啊 这是梳子啊 来 还好我刚才差一点要梳头发 它是梳子 但它也是刀子 所以它伪装得很好 对 这里面也跟这个东西一样 是塑钢的 是塑钢的 所以金属探测器 所以类似这种东西 其实金属探测器是测不出来的 对 你要用X光机才去测 可是X光机不能照人 所以即便是 这样密不透风的维安 仍然有一些盲点 对 那这呢 这一支呢 是我们特别要讲 这把刀很可怕 它连刀名都很可怕 它刀名叫做必杀 必杀 必要的必 杀死的杀 必定会杀死你 这把刀的用法是这样子 它这里就是给你穿腰带环 正常的时候 你是穿在腰带环的正后方 然后呢 是反手握刀 但是这如果 他真的带这么大把刀 不可能测不出来 不可能收不出来 这个呢 在暗杀里面 我们通常就要讲 这一定要事先安排 我必须在金属探测器之前 就把这个东西送进去 好 对 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 是因为其实 在两个人会面之前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外面传言纷纷说 川普是不是有可能 进行斩首行动 搞得金正恩自己很紧张 对 那你说金正恩紧张 川普不紧张吗 川普也很紧张 川普的攻势包又出现了 对 他们的攻势包呢 除了防弹之外呢 我上次有解释 他有两种 他是不是核弹攻势包啊 有两个 一个是防弹攻势包 一个是核弹攻势包 核弹攻势包的代号叫足球 对 那个足球 他基本上 这个攻势包就是 就是一个 无限的发射器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我肯定右边那个是足球 因为呢 这有规定 一定是一个 少校未接的军官 随时随地提着 这个足球呢 本身是个无限电发射器 它里面有电池 有卫星通讯系统 然后还有全世界的 那个情报系统 它可以从这边 控制发射密码 然后经由卫星通知 全世界的 包含核弹发射基地 核子潜艇 然后进行末日的 反击行动 那一定是由 一位少校军官 永远跟着他 他的贴身护卫 其实这个攻势包 一定是包不离身 对 川普身边会有几个人 永远都离得 因为包含他的 护卫队队长 他的基要秘书 然后他的这个 生活秘书 跟他的这个 这四个人是一定 会跟在他身边 不管你上空军一号 陆战队一号 或者到哪里 永远会在他 五步或者一分钟 几分钟之内 可以到达的位置 准备去待命他 所以他的禁卫军 据说是密情局的人 对 密情局 这个是Secret Service 这边翻译过来的 他其实这个单位很好玩 这个单位最早最早 是华盛顿在早期的时候 为了怕那些人 被英军暗杀 被英军暗杀 所以呢 可是我又不能知道说 我是负责保护你 所以他就是秘密勤务 那这个秘密勤务 发展到后来 有一个很好玩 秘密勤务归谁 归财政部 归美国财政部 然后他们的训练 严格到什么程度 密情局到很多单位去训练 包括到美国陆战队的 光级口基地 或者到FBI的 那种人质训练中心 他们是不是会去 黑水公司受训 对 早期他们也去过黑水 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 黑水的那种战斗训练 接近实物 可是我们要提的是 在全世界各国的训练 这个地方 我们都讲很严格 密情局绝对可以排名 前面几名的严格 他严格到什么程度 一起一百多个学员进去 能够毕业了 可能只有十个人 一层 九层的淘汰率 淘汰率这么高啊 对 因为他那个东西 除了你训练的这些东西之外 最主要你要他训练出 一种战术能力 就是说你愿意为总统挡子弹 而且你必须自己跳出来 那为了这些东西之外 密情局做了很多很多 跟人家一般不同的设计 像我们一般来讲 现在坊间有很多的枪 我们大概都是指九公里 对不对 可是密情局用的枪就不一样 他要用十公里的 所以他是特殊设计的规格 对 他这个枪是密情局 是我目前所知 唯一采用的官方单位 用到十公里 除此之外 他除了用十公里之外 他的子弹也不一样 他的手枪子弹 大部分都会采用这种 中间有个洞的 为什么 我们叫做空间弹 这个叫做hello point 这个子弹打到人体之后 因为这个弹头的关系 打到人体就组织 你挤过去之后 弹头会开花 像这样子 因为你弹头的刻花程度 各种花不同 弹头开花的同时 或者打到你的防弹背心 你弹头开花 你的弹头质量就会扩散 所以你的那个致磁力 starting power就会变大 就算你穿着防弹背心 你也会蹲沙包 然后我如果打三步 你可能就会对 我们来看这个模拟画面 对 这个模拟画面 打的是所谓的人体模拟胶 就是说这个海藻胶 莫利胆很接近人体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弹头打进去 人体扩散之后 本来进去一个小洞 那因为你扩散 所以出来就会变一个大洞 那这个扩散痕迹 我们可以看 在进入人体之后 进入它旋转的痕迹 所以有波浪型跟扩散 我可以把里面 整个白萊子 整个轿软软软软软 然后扩散出来 扩散出来之后 还会变成这样子的大洞 这会让你的杀伤力 会变得特别的大 特别的强 让你在这个手枪 因为大家一直觉得说 9公里手枪穿透力太强 自止力不够 点45手枪自止力太强 穿透力不够 而且装弹量又太少 所以10公里口枪 就介于这两个的优点 两者取其枪 所以川普 他的敬畏军 那也不容小觑 不过我们回到 今天的川金会 川金会后 过去我们经常说 北韩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呢 你一样盒子 不要裤子 但在今天 做了去核化宣言之后 应该是朝向去核化 努力的宣言之后 一般认为呢 一般解读是 他现在要全力拼经济了 没有错 那其实金正恩 在到大陆访问的时候 习近平就有跟他讲 说你北韩 一定要把经济整个发展起来 所以这次利用到这个新加坡参观 第一个 他昨天晚上到金沙酒店 他还去夜游 对 他昨天晚上他就离开饭店 然后9点多就到金沙酒店去参观 那包括他的妹妹金与正以及这个金英哲三个人 然后在新加坡的外长的陪同之下 那直接到顶楼的空中花园去鸟看整个新加坡的夜景 号称为百万的夜景 那参观完以后呢 又到新加坡金沙酒店的金沙赌场去参观了30分钟 哇那些赌客一看到他来都吓死了 怎么会突然的看到那个金小胖直接到赌场来 不过大家就从这边就去联想到 他是不是北韩要开发观光财 要赚赌场的钱 不是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开放赌马了 没有错 那开放赌马之后有没有可能接着是赌钱呢 因为在6月1号 这个金英哲到这个白宫去看川普安排这一次的金川会的时候 他就有邀请川普说 我们希望你们美国啊 美国人来我们北韩啊 来这个投资我们的旅游事业 甚至连赌场都可以 哇这个消息一出来美国大报是头版 美国那些赌场赌商看到以后 哇这心中高兴死了 新加坡的赌防作让 他的外长 我这次开四个五个台票对吧 他就跟金小胖在那边自拍 而且还上传 他又赚了一票 所以三方都在以经济的角度去思考 怎么去把钱捞回来 你刚刚讲到的 本来北韩是禁止老百姓赌博的 但是在今年的年初 他办了一个骑马比赛 竟然用电视广告 而且说你如果进场的人 可以猜输赢 猜输赢 他没有讲说赌 但是你可以猜输赢 那也就猜赢的人有奖金 所以北韩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家 所以由这一次金小胖在参观新加坡之后 我认为北韩开始要发展它的观光大事业 另外你不要以为北韩 北韩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 它有合法的红灯区 你相信吗 合法的吗 合法的 在那个羊角岛的一个饭店 羊角岛的饭店开在哪里 开在大同江的江心有一个小岛 那你要进去羊角岛 专门招待中国游客跟台湾的旅游团都可以进去了 就是我们这一些 尤其里面都是中文 那你知道北韩在里面的服务人员 他都懂得中文 里面还有casino是谁开的 合荣生开的 他有三台的21点的一个赌台 但是四年来 听说生意不好 所以到目前来讲还是亏钱 那里面那些这个听说那些经理没事 就在外面散散步啊在那边练跑步 代表说生意真的很不好 那里面可以什么 可以有三温暖 有女孩子赔 那一次45分钟多少钱 才25英 25欧元 就台币900多块 算很便宜的 1000块赔你45分钟 那你里面那些人员服务人员 又大胆 又敢玩 而且又漂亮 所以很多人一进去以后 流连忘怀 里面也有KTV KTV里面有台湾的老哥 中国的老哥 所以那是专门为中国旅客 所设置的红灯区 除了以外 我想 阿关你知道北韩有迪士尼吗 是不可能 你一定讲不可能 北韩有迪士尼 对 因为北韩有小孩子 小孩子要玩啊 迪士尼不是真的迪士尼 是他们自己设的 叫做万景台乐园 北韩版的 对 北韩版的 那有一个英国的记者说 我要去采访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来 结果一去以后发现 哇 要坐那个云霄汇车 他不敢坐 为什么 那个云霄汇车 起起哭哭啊 在他要坐之前 那些记工还先去把螺丝锁紧 然后第一批不让他坐 为什么 我们北韩人先坐看看 让人让人坐 然后坐完以后 他发现里面最安全的 是那个 试试的概念吗 对 他发现里面最安全的 应该是那个旋转木嘛 看起来比较安全 另外他说厕所很脏 没有人敢进去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金小胖他上任以后 他的思想就不一样 因为北韩 他是在比较北部嘛 他冬天的时候 雪那么多 有冰嘛 所以他设立一个 马锡岭的滑雪场 在一年之内 花了三亿美金给它开下去 这个滑雪场真的很棒 第一个 他的土地够大 而且他里面有七星级的饭店 那里面你只要花一千块的台币 就可以让你玩一整天 很多美国人去那边都觉得 这个滑雪场真的符合国际标准 那我认为他 CP值很高啊 对 我认为他未来的赌场会设在这里 因为设在这里以后 很多外国人 欧美人来的时候 你冬天没地方走啊 你来我这里可以滑雪一千块美金 你的小孩子 你的女人都可以去滑雪 那男人就去赌 那尽量赌 尽量赌 你拌得整个赌空输空都没问题 所以这个滑雪场是北韩 是金小胖他上任之后做的 另外北韩他的一个平壤的街道 有一个叫平哈顿 平哈顿你可能听不懂啊 平哈顿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是 不懂什么叫平哈顿 刀楼大厦林立耶 因为川普有一个麦哈顿嘛 那我北韩平壤 我就搞了一个平哈顿嘛 所以他2011年上台以后 他一年盖了几栋房子 你就想不到 盖了18栋 每一栋都47层楼 所以平哈顿你一照相过去 你看有得漂亮的呢 住在那里面的非富即贵 里面都是军人 军头 然后一些他的大官住在里面 你知道平哈顿里面那些人 他出来的时候女孩子穿的 都是达罗的衣服 都是那个日本的一个 这么unicolor的衣服 在北韩算是很好了 你在那地方可能会忘记你在朝鲜 对 然后你在他的超市里面 竟然可以买到乌鱼籽 可以买到一些外国的一些奢侈的一个食品 那你们不要看 那里面的人他非常有钱 因为我们都认为北韩没有钱嘛 北韩都是这个国家控制共产主义 对对对 平哈顿里面住 但是你也不要高兴太早 平哈顿里面有38栋 类似这样的大楼 里面有那个40几层的 他现在还在烧煤炭 因为冬天的时候你要暖气嘛 他不是装那个冷暖气机 他在烧煤炭 里面还有风控 还有那个圆档控 你知道 47层楼 那有一些听说电梯 有时候都常常不会走 有时候要练身体 所以他的现代化还不够到位 对 但是我认为这次到新加坡洗礼之后 他整个思想改变 北韩可能会未来成为东北亚的 另外一颗的新的巨型